在台北車站的居無定索者 長期以來都面臨了家當沒有地方可以放的這個問題 遊民是所有全世界的大城市 都會有的一個狀況 這個是社會結構的問題 我們並不是不顧台北車站的民憂 但是我們一直協商很多次 等不到一個可以協商的空間 像他這世界他把我們當垃圾 第一這個就是我們的連背 下面是我們的衣服 那穿到垃圾袋是不是很多細菌 我們晚上怎麼睡怎麼蓋 假如現在冬天有下雨麻麻雨 濕了掉了 大家是不是晚上都不能睡不能坐 他有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所以我希望我們大家都可以配合他 他要門面我們也問他有門面 政府明年中的垃圾是我們生活的必需品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安全的一個置物的措施 而不是垃圾場 停止驅趕 給我置物 友善共存 停止驅趕 今年的三月底的時候 台北車站在四周貼了一張公告 要求大家要將家當移開 那台北市政府與台北車站 那時候的理由上面是 為了要舉辦世大運 為了要維持國家的門面 所以說強制的要要求大家將家當移開 但那個時候這個風暴一出 其實很多巨無地所者 對很多巨無地所者來說 人心惶惶 因為真的不曉得我們的家當能夠是擺在哪裡 曾經行動結束之後 台北市政府與台鐵 宣布暫緩 這個停止 4月1號 驅除家當的這個措施 然後他們也會願意要去協商 提供一個場地 讓大家可以置放家當 宣布一出的時候 其實在座的巨無地所者 是非常地鬆了一口氣 因為終於看到了有一個協商的機會 可以來想想看說 我們的家當今天可以去放到哪裡去 可是我們等了等了等了7個月 等了7個月的時間 結果我們等到的是 在11月2號的時候 台北車站又出來撇公告了 公告的內容上面 又是台北市政府與台北車站 再次以國家門面為由 然後要求巨無地所者 要將家當在11月13號的時候 移開到他們看不見的地方 要不然的話 就由台北車站跟政府 來將大家的家當移到垃圾場去 想要跟政府提出兩點訴求 請台北市政府與台鐵停止 11月13號 將巨無地所者的家當 清到垃圾場的行徑 未來也不應該有類似的手段 去驅離巨無地所者 第二點 請政府與巨無地所者 公民團體進行協商 共同去找到 妥適多元的置物措施 在此我們極力反對 這個公告裡面的禁令 因為這個禁令 將嚴重的去影響 到這裡的巨無地所者的生活 而且對他們是造成的 非常嚴重的影響 那會造成今天他們必須要入住街頭 其實很大程度上 就因為我們的社會沒有提供一個安全穩定可靠的環境 讓他們能夠去謀生 可以去找到適當的住所 所以其實今天我們要呼籲台鐵 不要想說我們把無家可歸者趕走就好了 一個大城市沒有無家可歸者 那才奇怪 代表這個政府就只是想問過是非 就只是想做表面功夫 好像我們看不到這些 無家可歸者 城市變得光鮮亮麗了 並沒有這樣一件事情 所以我代表我們這邊車站所有的方式 我希望政府上次三月後我們有開記者會 我們也願意跟他學商 但是現在才過了六七個月 就推一個單子 大家根本連睡都沒辦法睡 吃也沒辦法吹 像那個阿嬤 兩隻腳都沒辦法走 她還說白天東西要推到垃圾堆 那誰要幫她推 晚上誰要幫她理 她有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現在住在台北車站的人 年輕的彎的關 走的走 現在就世界上這些老的 生病的做輪雨的 那她有沒有考慮 她們要怎麼弄 她們要怎麼弄 像她這世界 她把我們當垃圾 第一 那個就是我們的臉背 下面是我們的衣服 那看到垃圾堆是不是很多細菌 我們晚上怎麼睡 怎麼蓋 假如現在冬天有下雨 麻麻雨 濕了掉了 大家是不是晚上都不能睡 不能坐 她有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所以我希望 我們大家都很配合她 她要門面 我們也問她有門面 像這幾天去 兩藍面一點 去和平面 四天或三次急診 打抗生素 有時候回來會想 有東西還在嗎 是不是這樣 大家都沒辦法去 去購自己的生活 我們今天來這裡 也不是說我們願意來的 第一像剛剛那個張小姐講 我們都沒有家人 只是要我跟我老公 老公現在也壯病 那我自己也壯病 那我們兩個夫妻該怎麼辦 我們是沒關係 我們還可以走 那是不能走的呢 做倫理的呢 然後擺帳的呢 老的呢 生病的呢 你叫他們去哪裡 叫我們自己去跟社會舉腳 我們不是沒講 我們有講 我們也是會誰傷 但是他們都會出來跟我們講 那我們要去找誰講 找誰勝訴 這一張張的禁令 用這一張張的禁令 來驅趕居無定所者 這是每一個人的血淚 我們沒有地方去 我們人跟家大師 隨時隨地綁在一起的 可是現在卻要面臨到 每篇出一次的公告 無論時間是何時何時 我們就不能再待在這個公共空間裡 百分之十七的遊民 他目前把東西是放在周邊的公共空間 那針對這樣的居無定所者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去跟他協調出 用上事物帶呢 的方式 讓大家把東西收好 維護空間的整潔 而不是說你今天就是把東西清走 那你叫大家怎麼生活 雖然說很多人 不管去上工或是離開的時候 都會把東西還是放在公共空間這裡面 我們問居無定所者 大概裡面就有八成 百分之八十三的人 他的家當曾經不見 這是今年我們做的調查 百分之八十三的人曾經家當不見 那不見的話大家怎麼辦呢 大家會覺得普遍上 現在有百分之八十二點八的人 覺得我們需要置物櫃這樣的需求 那說到置物櫃 為什麼現在樓下有置物櫃 那為什麼我們去放呢 有兩成的遊民說啊那個太貴了 我們放不起 可是有七成的遊民他有表示喔 如果我們在禁忌許可的範圍之內 我們是可以去負擔部分置物櫃的錢的 除了說你的家當有去當放 然後呢不要把東西搬來搬去 也不要但是你去工作的時候 還要帶著家當 更重要的是 其實有百分之四十八點八的遊民也認為說 我們要共同去兼顧台北車站的門面 我們並不是不顧台北車站的門面 但是我們一直協商很多次 等不到一個可以協商的空間 共同來協調出一個多元分流 適合大家的置物的空間 我們在此也等一下會有一個行動 會張貼一張公告 我們要講明眼中的垃圾 是我生活的必需品 明眼中的垃圾 是我生活的必需品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安全的置物措施 不是垃圾場 那接下來我們居無地所者的朋友 我們要一起去把這張公告 也同時的張貼在台鐵張貼的公告旁邊 讓政府能夠來聽聽我們的聲音 而且能夠跟我們協商 那我們今天將陳情書想說 遞給副站長 我轉交給我們主任跟站長 好的 那再麻煩您轉交給主任跟站長 然後可以聽聽我們的心聲 我們還是希望說你們 11月13號的那一個公告的措施 能夠停止 然後未來也希望說 不要再用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接了個公告 然後就要求 居無地所者要去遵守 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說我們可以有 彼此有協商的機會 然後在協商的過程裡面 我們一起去找跟台北市政府 還有台鐵 還有我們大家公民團體 跟遊民朋友們 一起去找到一個 怎麼樣去解決 家當無處可放的這個問題 好不好 謝謝 好的 謝謝 然後請你們真的可以 考慮停止這個 11月13號的這個措施 好